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林峰参加一年一度的同学聚会 不言而喻是有显摆的成分 占据他的主导思想的 几杯酒下肚之后 身边的王小胖满脸通红的问道 林总今天怎么自己来了呀 林峰说 今天老婆带女儿回娘家了 王小胖懒过身边 一个性感的美女说 咱大嫂没在家 你不会带二嫂过来呀 林峰一正 什么二嫂啊 我说林峰又没外人 别他妈装了 二嫂是什么 你能不知道吗 你这么大的老板 不会连几个小蜜都没有吧 这可是大老板的标配呀 就连我这个小喽喽外出 都有女下属陪的 一边说 王小胖一边指着自己怀里的女人 林峰以前从没想过这些 自己老婆对自己和老人都挺好 而且自己工作也挺忙 今天听到王小胖这么一说 内心微微一颤 没想到今天的身份和地位 还是败给了王胖子 王胖子 你注意点啊 咱们今天可有女同学和小孩子在呢 旁边的班长赵强威说 王胖子笑着说 我说大班长啊 都毕业这么多年了 您还带视讯课呢 还女同学呢 都老娘们了 小孩更应该让他们早点接触社会 别到了社会上 连老婆都找不到 身边的是你儿子吧 叫什么 几岁了 墙威旁边可爱的小男孩回到 叔叔我叫公金岩 五岁了 小男孩 唯唯诺诺的说完 却惹来王小胖的一阵大笑 我操 谁给你家孩子取的名字 公金岩 还公金糜烂呢 强威恼怒的骂道 王胖子你他妈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别带坏我儿子 儿子以后要跟这位林叔叔学习 以后干一番大事业 王胖子笑嘻嘻的说 小公啊 别听你妈瞎嘚嘚 过几天 去叔叔家 找你三个哥哥玩 让他们带你上网者 林峰睁着朦胧醉眼说 胖子你可以呀 以前上学的时候 跑步不行 生孩子倒是有一套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爹了 胖子瞬间脸红 不好意思的说 没办法 地好 枪好 子弹好 现在都不敢在家 胡乱放枪了 真怕再弄出来一个 那日子就真没法过了 惹来众人一阵大笑 躺在床上的林峰 回想起晚上 王小胖的话 如一把锋利的军刀 深深的扎入了自己的内心 最深处 是啊 王胖子一枪一个 已经有三个儿子了 而自己呢 就一个女儿 总不能自己百年以后 将一辈子的财富 便宜了外人吧 这几年 自己条件好了 一直想要个儿子 可老婆李丹 却不想再生了 这时手机突然亮了一下 林峰拿起了手机一看 原来是微信上一个 叫深夜昙花的人 添加自己 林峰以往 看到这些无聊的添加 都是直接删除的 但是这次一看 是对方通过附近 查找添加的 再加上自己一个人 有些寂寞 于是也就认证通过了 哈喽 帅哥 头像是你本人吗 长得挺帅啊 认证通过后 对方发来了消息 林峰微微一笑回道 还帅哥呢 都已经是三十拐弯的老男人了 不是吧 大叔你看这一点都不像三十岁 不过挺有男人味的 林峰爬起来 靠在床上 小妹妹这么晚了 还不睡觉 不怕被你父母骂呀 林峰回过后 慢慢地躺下 可心里又在 期盼着对方的回复 十分钟后 手机亮起 林峰快速地拿起手机 嗨 还小妹妹呢 我都已经二十五了 毕业后 自己一个人 在外打工 刚跟同事们 喝酒回来 睡不着 所以想找个人聊天 看了下咱们附近的人 也就大叔你比较顺眼 大叔你的朋友圈 怎么不让看啊 林峰一阵狂热 并打开了朋友圈的设置 哈哈 看我比较顺眼嘛 我可是一个色狼 你要小心啊 我朋友圈可以看了 五分钟 十分钟 二十分钟 对方一直没有再回复过来 林峰拿起手机问道 怎么不说话了 被我吓到了吗 这次对方很快就回了过来 是啊 被你吓到了 色狼大叔 我刚才去洗澡了 没有看到 紧接着 对方就发过来了视频聊天 林峰颤抖地点了接受 对面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很漂亮 虽不能算得上沉于落雁 但绝对是人间有物 穿着一件粉色的睡衣 嗨 四郎大叔看着一点都不猥琐嘛 女孩黄英出谷般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了过来 就这样林峰和深夜昙花 一直聊到天微亮 想起今天要去外地和客户谈合作 只好遗憾地和对方说要睡觉了 那就去吧 色狼大叔 和你聊天挺愉快的 拜拜 上午林峰开车前往国标集团 虽然一晚上没有睡觉 但他没有丝毫的倦意 还有点小小的兴奋 甚至有点期盼晚上 期盼晚上再次和那个小姑娘聊天 到达国标集团后 很顺利地把已经八九不离十的合同填好 中午 国标集团的张副总陪同林峰 到本地一家很有名气的酒店吃饭 刚刚入座 还未点菜 林峰的手机响了 掏出手机一看 色狼大叔做什么呢 晚上出来一块吃饭吧 昨晚跟你聊得挺开心的 想看看大叔是否像照片上那样 也一样那么有男人味 林峰未经思索地回了过去 好的 晚上几点 在什么地方 晚上六点左右吧 地点你定 那就晚上咱们小区门口见吧 林峰看一下手机 发现现在已经将近一点了 从这里回公司需要两个半小时 再需要两个小时的会议 就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连忙对张副总说道 张总实在不好意思 公司临时有事 要紧急回去 今天就谢谢您的款贷了 告别了张总 在返程的路上 林峰心里砰砰直跳 手心里出满了汗 就像高中时候的初恋 总是那么的紧张 回到公司 林峰迅速地将会议开完 吩咐了一下秘书 就独自开车离开了公司 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林峰 今天早退了 回到家的林峰赶紧洗澡 刮胡子 挑选晚上约会的衣服 所有都收拾好以后 抬起手表 一看才五点多一点 对于一个神秘的约会来说 等待是那么的煎熬 终于等到五点半 出门 开着车来到了小区门口 半小时后 看到从小区里 慢悠悠地出来一个美女 林峰赶紧下车走了过去 问道 你就是谈花吧 美女玩儿笑 大叔你太搞笑了 还谈花呢 我叫孟奇汉 林峰满脸的不好意思说 你好 我叫林峰 走 大叔带你去吃大餐 林峰伸手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可孟奇汉好爽地 跨住了林峰的胳膊说道 大叔别那么严肃 弄得气氛多尴尬呀 昨晚聊天 不是放得挺开的吗 二人来到车前 林峰打开车门 齐汉两眼放光说 没看出来呀 大叔 你还是一个大土豪呀 宾利墓上好几百万呢 晚上我要好好的栽你一顿 再次来到 昨晚的富豪国际酒店 林峰点了酒店 最贵的特色菜 和处放在这里好久的一瓶 罗曼尼康蒂酒园 红葡萄酒 林峰殷勤地边给 齐汉倒酒边说 来来尝尝 这个还是我前几年 从国外的一个拍卖行买下的 齐汉嘟囔着嘴说 有钱就是好啊 怪不得我男朋友 那个死样子 林峰一愣问 你有男朋友吗 齐汉眼圈一红说 是前男友 我们是在大三的时候认识的 谁知道刚毕业没多久 他就被一个 有钱的老巫婆包养了 林峰暗自窃喜说 都已经沉过去世了 还说他做什么 来齐汉 我们喝一个 说着俩人的杯子 碰在一起 举杯干了杯中酒 都说酒逢知己千杯少 可如果是红颜呢 很快一瓶红酒 被二人喝得见了底 齐汉红着脸 带着微醉的语气说 大叔 我还以为你说的 红酒多好喝呢 还没有二锅头顺口呢 林峰带着酒进 对外面喊 服务员 上两瓶梦酒 酒中二人 互相苦诉着自己的经历 很快 在两瓶白酒 快要喝完的时候 齐汉终于喝躺下了 林峰虽说酒精酒场 但今晚 也明显感觉多了 看来是无法 开车回家了 只好架起齐汉 走到大厅 在前台 订了两间套房 把齐汉架到房间 放躺到床上 起身要离开 齐汉突然像一只 八爪鱼一样 抱住了林峰 疯狂地亲吻着 林峰虽然月女无数 但对于偷情 却是第一次 对方还是一个 让自己心动的女孩 醉熏熏的林峰 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不经思索地 就回应了对方 齐汉今天穿的是 一套黑色的蕾丝内衣 黑色的半杯 完全遮盖不住 她那一堆风挺高山 倾泻出来的春光 深深的视野线 让人看着就要血脉喷张 本就喝醉了的林峰 心中隐藏的对女人的渴望 彻底爆发了出来 林峰的口水流得其汉满脸都是 少女脸上散发出的香气 不断地刺激着她的欲望 夹在裤裆里的东西 简直都要爆炸了 如果是在清醒的状态下 她可能还会有心情 慢慢地享受浪漫的感觉 可被近期的事和酒精刺激着的她 很难压抑住自己的欲望 此时的她只想尽快地 占有齐汉美妙的身子 第二天早晨 天蓝色的落地窗帘 被微风轻轻地鼓荡起来 啊 流氓 齐汉尖叫一声 下意识地用被子 遮住自己的身子 然后挣扎着就要往床下爬 哪知林峰却一下扑了上来 将她的身子压在了下面 齐汉死命挣扎着 可柔弱的她 哪里是林峰的对手 她生死历劫地喊道 你滚啊 放开我 救命 林峰赶紧用手 按住齐汉的嘴 色力内人地喊道 不许叫 再叫对你不客气了 齐汉原本就是个女孩子 刚才的挣扎 只是出于本能 现在给林峰这么一下 早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泪水刷的就流了下来 林峰的手拿开说 齐汉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昨天晚上 我们俩都喝多了 我会对我所做的事情负责 我不会害你的 你一个人在外 又累又没前途 何苦呢 以后我帮你 保证日子肯定会好过 齐汉觉得事情已经发生 只好无奈地答应下来 林峰见到齐汉点头答应 狂喜地抱住齐汉又是狂亲了半天 常言道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林峰出肠道偷情的滋味 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终于在半个月后 林峰接到妻子李丹的电话说 孩子要开雪了 今天下午的飞机 问林峰晚上回不回来吃饭 林峰想到半个多月没见的女儿 想也没想地说 晚上肯定早点回去吃饭 刚挂断电话 另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林峰高兴地接听 怎么了宝贝 这么一会儿不见我 就想我了吗 是啊 想死你了色狼 晚上下班了早点过来 今天是人家生日 电话那边传来了 齐汉甜美的声音 林峰无奈答应后 挂断电话给妻子发了条短信 晚上开董事会 不回去吃饭了 就这样一转眼 就到了半年后 齐汉过上妇太太的生活 住洋房 开跑车 天天逛街 而林峰在和李丹 因为二胎的矛盾 陷入了冷战 一天早晨 林峰从齐汉的床上 爬起的时候 听到齐汉说了句 怎么快两个月了 身上还没来 欣喜若狂的林峰心中明白 自己要当爸爸了 喜悦过后 又一阵的冷静 看来是该和家里的 黄脸婆摊牌了 当天中午 林峰回家吃午饭 李丹见林峰回来了 高兴地亲手下厨 做了一桌林峰最爱吃的菜 餐桌前 俩人默默地吃着饭 好像都在期待着对方说话 直到林峰咽下最后一口饭时 才听他说道 李丹 我们离婚吧 李丹忽然一愣 望着自己一直爱着的丈夫 许久之后 平淡地说 好 在俩人商议后 下午就去民政局 把婚离了 李丹没有要林峰一分钱 他只要了女儿的抚养权 离婚后的林峰 疯狂地驾车 来到为齐汉买的别墅前 敲了半天门 也没人理会 觉得齐汉可能是外出购物去了 直到晚上齐汉还没有回来 林峰只好拨打电话 提示已经关机 第二天 天色微明 林峰就开车来到了公安局报案 说自己的女朋友失踪了 公安机关进行了详细的备案后 林峰回到公司 动用自己所有的关系 查找自己的女朋友齐汉 傍晚的时候 秘书打开林峰办公室的门 看到颓废的林峰说 林总 外面有个黄警官找您 快请进来 林峰一听 是警察 马上来了精神 随后走近一名中年男人 对方关上了门 坐到林峰的对面说 您好林总 我是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的 我姓黄 叫黄一鸣 这次来 是为了请您协助调查齐汉 诈骗案的 林峰听到后 瞬间恼怒 放屁 齐汉是我的女人 老子的钱都花不完 还有女人去诈骗吗 黄一鸣淡淡的说 林总您误会了 齐汉其实是一个诈骗团伙的成员 该组织利用非法定位软件 定位到高档小区 引诱富豪上钩 进行诈骗 如果您不信 可以打电话问问 您为其购买的房子 是否还在他的名下 林峰慌乱的拿起手机 拨打了别墅物业的电话 放下电话的林峰 如坠冰窟 物业的答复是 那所房子已经在几天前进行了过户 看着精神 几乎崩溃的林峰 黄一鸣叹了口气 他希望林峰到时候 能够出庭作证 出轨有风险 约炮须谨慎 浑浑噩噩的林峰 回到以前 那个曾经幸福的家 李丹已经带着孩子走了 保姆也辞退了 林峰打开卧室的门 回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 看到床下有一个本子 走近一看 是李丹的日记本 可能是收拾东西的时候 落下的 林峰翻开日记的最后一页 老公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 怀孕的消息一直没有告诉他 想给他一个惊喜 中午老公回来了 可是一脸的冷漠 不知道是不是公司的事情 让他烦恼 只好帮他做些爱吃的饭菜 林峰将日记 狠狠地贴在胸口 拿起手机 拨通妻子的电话 喂 对面传来妻子的声音 林峰哽咽地问道 李丹你在哪里 我在机场 和女儿准备回娘家 怎么了 我错了 我混蛋 原谅我好吗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林峰还没说完 电话就被挂掉了 林峰在打 对方已经关机 失魂落魄的林峰 跌坐在地上 他懊悔万分 他想 如果用他的全部财富 去换一个幸福的家庭 那么他毫不犹豫 如果是他的老婆孩子 他一定千金不换 只是一切都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